新年當然不少得要吃賀蓮的食物 例如是全盒的小食和賀蓮的糕點 一般傳統的全盒都會有煎堆 有糖蓮子、果仁和瓜子等食物 當中油炸的賀蓮小食雖然非常香口 不過它的熱量和脂肪含量都相當高 以一個油角為例 每100克大概7件左右 已經有大約400卡路里和23克脂肪 即是相等於吃了接近兩碗白飯的熱量和4.5茶匙的油份 糖果類的賀蓮小食 例如糖冬瓜、糖蓮子等食物 本身的熱量含量不高 不過在製作時需要大量的糖漿去煮 之後在表面加上大量的糖霜 所以他們的糖分含量都非常高 至於被譽為健康小食之一的果仁 大家一定會覺得吃多一點也不怕 以全盒中比較常見和受歡迎的開心果為例 它含有不飽和的脂肪酸、維他命B雜 善食纖維等等不同的營養素 適量進食的話是對身體有益的 不過其實它的熱量和脂肪含量都很高 每100克無添加鹽的開心果 已經有571卡路里和46克脂肪 所以即使開心果是有益的食物 也不代表可以大量進食 建議大家適可而止 至於賀年糕點方面 例如蘿蔔糕、芋頭糕、年糕、馬蹄糕等 它們的熱量、脂肪含量和糖分都很高 例如吃一件大約50克的黃金糕 或者椰汁年糕 就相等於吃了大部分白飯的熱量 至於蘿蔔糕和芋頭糕 因為大部分加入了蠟肉、蠟腸等高脂肪和高納質的醃製食物 所以它的熱量、納質含量都非常高 大量進食的話就很容易水中 所以不少賀年小食和糕點 它們的熱量、脂肪含量和糖分都很高 不過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我們平時很少會吃賀年小食和糕點 難得一年一度農曆新年 所以大家只要適量控制進食的份量 其實就無相大雅 當然如果大家想吃得健康一點的話 也有些小提示給大家 首先建議大家可以考慮 擺放一些健康的小食在全盒裡面 例如米通、無核的提子肝、西莓肝、寧卡的舉藥 又或者是無糖糖 這些相對較低熱量和糖分的小食 至於糕點方面 如果大家想吃得健康一點的話 建議可以用光波爐或蒸的方法 又或者用易潔鑊小油煎香 甚至在易潔鑊上鋪一塊牛油籽去煎 這些烹調方法 可以有助減少用油的量 相對比較健康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在家製製健康的賀蓮糕點 例如製作蘿蔔糕的話 建議可以用低熱量的餡料 例如瘦臘腸、瘦臘肉、瑤柱、冬菇和蝦米等等 如果製作蓮糕的話 建議可以用低脂的椰汁或椰漿 去取代一般高熱量、高脂肪的椰汁和椰漿 另外大家也可以用代糖去取代部分砂糖分量 有助減少年糕的熱量 便可以吃得更健康 根據衛生署的建議 每天最少需要兩份水果 一份水果大約等於半條香蕉 或者一個中型的橙 或者一個奇異果 建議大家可以選一些熱量比較低的水果 例如蘋果、梨、奇異果、藍莓等 有些水果的熱量相對較高 例如牛油果 一個牛油果含有大約30克脂肪 即是大約6茶匙的油粉 所以吃太多的話便很容易會自肥 不過大家也要留意 即使是一些熱量相對較低的水果 因為水果始終含有果糖 所以如果准吃太多的水果 其實也有機會攝取過多的糖分 然後就會在體內轉化成脂肪 繼而會增加我們自肥的風險 所以大家吃水果記得適可而止 。